139 光明日報 馬來西亞 小販中心民眾回堂巴薩威省18空置單位要出租 2015年7月14日光明新聞 北海信 威省區有18家小販中心、民眾回堂及巴薩等因管理不當空置多年 威省市政局呼籲有興趣遭用者聯絡該局或市議員詢問詳情 威省市議員陳中興周一向本部透露 上述18家空置單位因管理失黨 最終導致小販中心及巴薩無人問津 而民眾回堂也沒有成為社區聯義地點 反而成為吸毒者的天堂 引發一連串的社會問題 他說 冷革民眾回堂和小販中心 不但能為地方政府增加收入 同時也能更廣泛讓民眾享用公共建設的福利 其實荒廢的小販中心未必只限定發展飲食業 市政局也接受它成為非工業用途如貨倉 迷你市場或教育用途如圖書館等 他說 上述18家空置單位 其中5個位於威北區、10個威中區、3個威南區 早前有部分位於工業區的空置小販中心 經市局出租給私人飲食中心業者後 已成為公有用膳的首選地段 因此有意租借者可置電視局 604-549-7678或向市議員查詢詳情 分號